地铁大市溪延长线运作将暂停到星期天 以对信号系统进行彻查 有乘客反映 往返御群站和大市连站的地铁服务继续暂停 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不便 在大市工业区上班的民众 因为大市溪延长线继续停运 而得提早出门 以转搭SMRT提供的接驳巴士到工作地点 平时它四个站我就到Dress Crescent了 接驳巴士每五分钟一趟 从御群搭巴士到大市连站 耗时二十多分钟 比搭地铁所需时间多一倍 有民众认为虽然大市溪延长线 暂停运作带来一些不便 但问题不大 一些民众表示 在乘搭东西和南北线时 所花的时间比平时略长 大市溪延长线上卡尔圈站 和大市连站之间的地铁服务 下星期一恢复运作 但将同东西线隔离开来 长达一个月